小马子人生经历很丰富啊 高中毕业以后当了两年兵是吧 对 然后再读大学是吧 是 所以现在也24岁了是吧 是 小张现在是在高铁上做乘务员 对 现在正在实习 喜欢你职业吗 挺感兴趣的 然后挺喜欢的 挺感兴趣 你看多好啊 怎么了 发生了很多事 我想跟他分手 他不同意 发生了什么事 咱们一件事一件事说好不好 姑娘 在大学第一年 我们两个挺好的 但是在我实习工作以后 我感觉一切都变了 就是这一年里经常吵架 现在吵得已经 就不能再吵下去的那种地步 我有点忍不了了 什么事 就是因为工作嘛 就是之前大二的时候 家里面安排我们出国嘛 他就感觉学历太低了 当时他挺高兴的 然后就是说好了我们一起去的 但是到大三就因为他实习以后 他就不去了 当时我都准备好了 那你怎么没走呢 我就想跟他一起去 姑娘是怎么考虑的说我不留学就先工作 因为我在大二的时候我也没太往那旁边想 然后到大三 我觉得我有选择我自己工作的权利嘛 对对对 我没有必要什么都听他的吧 是是是是是 自从这件事之后 他就开始记恨上我了 就只要跟工作站在那边的事 绝对就跟你找茬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他实习之后 你们的人生命运改变了 这姑娘不听你的了 是吧 对对 之前在大学的时候 就是他是一个挺没主意的一个人 没事你去留你的学 他去做他的称呼员 你们也可以 一地谈着呗 一国谈着呗 有什么 但是感觉就是这个意地恋 就很难在一起的 哦 所以你还想守着跟他那份爱情是吧 对对对 但是守着吧 就尊重他不就完了吗 让他去干去呗 我感觉他做这个工作太累了 他不是没觉得累吗 我心疼他 就是以心疼为理由 他干了些什么吧 他让我换工作 我不是做实际称呼员吗 现在 他被让我去收票口当收票员 然后我不想去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啊 然后就拿分手逼我 说只要 只要我不换工作 他就跟我分手 你为什么不让他跑车呢 他自己愿意跑多好啊 我感觉 做办公室多好啊 每天朝九晚五了 都能回家 我们还能在一起 那你别勉强他嘛 对 然后就拿分手的事逼我 到最后没分成 人家做了个更荒唐的事 啥 去追我闺蜜了 就是为了气我 追上了吗 我闺蜜 他能跟他好吗 他肯定得向着我呀 他那段时间 去接我闺蜜吃饭 给人家买礼物 闺蜜隔了跟我说 他都吓到了 真的 我就是为你好 我就不想让你那么累 他不听我 那你干嘛追人闺蜜啊 我特别着急 然后我一冲动 就就那样了 对 他现在弄的 我跟我闺蜜之间 说话都特别尴尬 就过生日那次 也是因为我没有听他的 他说给我准备了 一个生日聚会嘛 可是我那天有班 我不想回来 也挺麻烦的 还得请假 我就说不回来 推迟两天过 不也一样嘛 然后就拿我的狗说事 那只狗 我从大学 就是从家里带过来 就一直养着 他问我说 他生病了 然后他带他去 看病的时候丢了 你就回来了 我就着急了嘛 把你上司撒谎什么的 从那回来了 这个事我感觉 不能全怨我 因为当时 你是怎么想的 就是当时我想的 真的 他特别喜欢听那个 看医院会 听医院节什么的 我就准备好了 办个party 咱们聚个会 我把朋友都叫好了 然后咱们去看看 医院会 就多好啊 我问你啊 就当你跟他说 狗生病了 或者狗丢了 他回来的时候 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不伤心吗 我当时 我气爆了 我都想 我都感觉 我在你心里都没有 你想那时候狗重要 那时候我就觉得 过生日可以推迟嘛 对狗是不能推迟的 可是狗特别丢了 后来当你 这个焦急的回到家里面 推开门 发现狗没生病 而是一屋子 要给你过生日的朋友的时候 你心里怎么想 我当时 我是因为他骗我 特别生气嘛 那生日也没过好 那生日的朋友 一看 主人都生气 让他全都走了 最后这个事 就就就 因为我吵架 就说我不尊重他了 然后走了 对然后我又跟他吵架 我又说只要 我工作好一点 他就不愿意 就不愿意见我好 他自己在家待着 就我也在家待着陪着他 啊 就不愿意见我好 就不愿意见我好